中加州葡萄酒之香 Passo Roberts 近年增添了Sensorial灯光艺术 吸引许多人前往观赏 前不久又增加酒瓶光柱 灯海加光柱 真是视觉饗宴 大家赞赏 如此震撼人心的灯光美景 这个丘陵地上的灯光秀 是布鲁斯蒙肉所设计 他是英国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艺术家 以制作这种大型震撼人心的艺术而闻名 这个独一无二的灯光美景 2020年曾被选为 世界必看五十景中的第六名 看过的人都认为 确实值得一看 他是当地人Ken和Bobby Hunter的构想 委托世界艺术大师布鲁斯 依据当地自然景观及地形 设计出让人超越视觉 耳目一新的大型艺术灯光秀 绚烂灯景地点在中加州 是16号公路附近的山丘地 目前开放了十天 每周只有三天 周四周五周六的下午六四办起 最好在网路上先行购票 现场购票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 自开幕以来 到中加州看灯光秀 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 成为Pasho最受欢迎的景点 Pasho周四周五周六旅馆架 也变得非常贵 我们是周六来到此地 六四半抵达 已经开始进场 工作人员在停车场 旁设临时安检 仔细检查每一游客 随身物品 严格限制 不能带食物 只能带一瓶水 进入灯光秀场外围 草坪上有舞台 再播放音乐 下面座椅有烤火炉 四周围离挂广告布条 宣称2023年即将推出 4500尺葡萄酒中心 配备有厨房 酒吧和现场音乐 从小路走去 小丘陵地上 放眼过去 插满密密麻麻的小白灯球 从冰地到小山丘 中间有太阳能板 小白灯就是靠太阳能板发电 发出各射光芒 此时太阳余晖照着大地 游客陆续入场 漫步登去中间的小路上 有些地方有座椅 可以坐下来休息 走到路口 有light tower标志 顺着铁网围住的石头墙走进去 那是酒瓶光柱 这是配合当地酒庄 艺术家特别设计的 它有7英尺高 共用了17000个酒瓶 堆成69个光柱 里面暗藏玄机 白天酒瓶晶莹剔透 到了夜晚就成了发光体 变换不同的颜色 现场还有音乐配合色彩转换 太阳慢慢吸血 山丘地区呈现晚霞景观 修剪的非常有形的像树 浅然的天空 四周风景 天淡宜人 夜幕渐静 酒瓶光柱旁边的小精灵灯光 率先亮起 起伏有之的山坡上的小灯 也慢慢亮起 渐渐连成一大片 顺时 小山谷变成缤纷无彩的精灵之地 人群走在彩庄山坡地上 不停地拿手机 相机取景 小山谷气温下降很快 许多人披着坦汁欲寒 在山坡上的特别座 有暖气炉 那是VIP特价区 收费较多 有餐饮供应 有餐饮供应 中小时 有餐饮供应 能 replies 有餐饮需要 中最位 央探索andel 小名 我 感谢观看